一对情侣正在约会 可下一秒 女人就被一刀封喉 而这一幕恰巧被路过的安娜看到 她从刚才的会心一笑变得惊恐万分 而男人此刻还浑然不知 她的罪行都被人看在眼里 可要认的是这时手机响 男人发现了安娜 她吓得沙腿就跑 可由于穿的是高跟鞋 根本跑不快 很快男人就追了上来 她掏出刀子要杀人灭口 情急之下安娜用手护住了脸 见一击不中 男人将安娜推向旁边的护栏 要再来一击 可是由于用力过猛 将安娜推了下去 安娜的头部受到了撞击 接着就掉进了水里 而男人拿走了她的手机和话包 幸运的是安娜并没有死 她被一个流浪汗救了上来 可坏消息是 面对前来探视的男友和闺蜜 安娜竟认不出他们 不仅如此 她还拒绝医护人员的救治 惊恐地逃出了病房 不过安娜并没有失忆 而是由于头部受损 患上了人脸失忆症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脸盲症 随后安娜从警长口中得知 那个男人是个变态 她先是将受害人一刀封毫 然后再对尸体进行侵犯 因此也获得了哥侯哥杰克的称号 安娜目睹的职者是第六个受害人 安娜马上要求警长派人对她进行保护 话包里有她的身份证和家庭处置 可警长却说凶手不会傻到 去找一个能认出她长相的人 拒绝了安娜的请求 随后警长拿出照片 让她辨认嫌疑人的长相 可安娜连一半的照片都没有看完 就要离开 警长勃然大怨 值得她毫无公德心 但警长还不知道 现在就算凶手站在安娜面前 她也认不出凶手的脸 男友让警长去问下医生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安娜回到学校 尝试恢复正常的生活 恍惚间安娜觉得窗外有人在跟踪她 可一转眼的功夫 窗外的男人就消失不见了 鉴于安娜现在的情况 校长让她先休养一段时段 可就在她坐地铁回家的路上 那个跨包却视而复得 她明白那个变态一定在跟踪自己 她马上打电话给警长 寻求帮助 可安娜还不知道 那个救她的流断汉也被人一刀封跑 从作案手法翻开 应该也是割喉割的杰作 而在犯罪现场的警长 接到了安娜的电话 安娜将情况告诉了警长 警长让她待在车厢等待救援 可就在这时 警长的手机没电了 而安娜发现了在学校跟踪她的男人 男人似乎也在寻找安娜 她想躲到下一节车厢 可还是被男人发现了 就这样安娜在前面跑 男人在后面追 眼看男人就要抓到她 安娜一把拉停地铁 赶来的警察将男人制服 可男人并不是凶手 而是前来看望安娜的父亲 不过事情远没有结束 安娜深陷崩溃的边缘 经常被噩梦惊醒 她独自承受的一切 在男友面前 她极力表现得像个没事人一样 可在男友走后 她马上拿出纸笔 拼命地记录着什么 原来安娜画下了男友的领带 她通过领带的颜色和调述 来判定哪个是男友 随着安娜在人群中 叫出了男友的名字 男友高兴的不行 她以为安娜恢复了正常 因为她终于不用忍受 再亲吻安娜的时候 忍受她的一脸惊恐 这让安娜有些无语 可男友现在是她唯一的依靠 但事情却在安娜生日这天 发生了意外 她将一个打得同款领带的人 当成了男友 而这一幕也被男友看到 她发现了安娜的秘密 愤然要和安娜分手 而冒充者正是那个变态 她给安娜打电话 让她猜猜哪个才是真正的她 看着安娜惊恐的样子 变态越发兴奋 她威胁要杀死安娜的闺蜜 不然下一秒闺蜜就铲死在安娜面前 随后警长带人封锁了酒吧 这次厕所里发出了异响 警察们都严正以待要抓现行 可从厕所里走出来的 竟是警长的得力助手 同事们一看是自己的 都放下了手里的枪 助手还不按开玩笑的说 自己就是凶手 同事们懒得搭理她 但助手却叫住了警长 她发现了重要的线索 一条带血的领带 随后警长将安娜送回了家 他们从男友的衣服里 发现了安娜之前丢掉的手机 闺蜜被杀前凶手 就是用这部手机给安娜打的电话 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安娜的男友 但男友却不知所踪 警长马上打电话给助手 让她检测领带上血质的DNA 是否与安娜男友的一致 助手告诉她 这需要几天时间 在此期间 为了保证安娜的安全 警长将她带到了城外的一处孤岛 这里风景宜人 人数不多 每个人都亲切的和警长打着招呼 妥妥的事外逃源 不过警长有她自己的事情 那就是她爱上了安娜 当晚两人就发生了肌肤之心 第二天警长刮了胡子 她想展示最好的一面给安娜 可当她叫醒安娜的时候 安娜惊恐万分 直接砸爆了她的头 原来安娜之前说的 警长是她出事后 第一个认出的脸 都是骗人的 她是靠着警长的胡子才认出她的 这次助手告诉警长 DNA配对不服 前男友不是凶手 不过警长对报仇的事并不介意 还说如果下次安娜再做噩梦的话 就不管她的 梦 安娜意识到自己可以在梦里辩认凶手的脸 随后两人找到催眠心 安娜在梦境里认出了凶手的脸 她告诉警长 凶手就在上次指认的六个嫌疑人之中 警长马上安排了抓捕 可助手却告诉她 DNA配对 五个都不是凶手 警长让安娜在家里等她 这一切结束后 她就带着安娜去那个孤岛 就在她对最后一个嫌疑人进行抓捕的同时 安娜接到了前男友的短信 她想再约安娜见一面 前男友的领带还是打得依旧难看 一见面前男友就要求和安娜复合 可安娜却拒绝了她 前男友很愉论的 说不是你约我见面的吗 为了避免尴尬 前男友接机去了洗手间 安娜马上拿起前男友的电话 上面的信息果然和她的一样 安娜意识到了不对 她马上给警长打电话 可警长的电话拿车里了 她自己也在找手机 而前男友此时已经命上黄泉 真凶扒下她的衣服 穿在自己身上 此刻安娜还不知道 眼前坐的正是凶手 她让前男友赶紧离开这里 这一切都是个陷阱 可当他们走出餐厅的时候 安娜却发现前男友的领带 居然打得整整齐齐 她马上意识到这不是真正的前男友 随着两人越走越偏僻 安娜急动生智 让凶手吻她 而安娜趁机拿出防狼喷雾 喷在对方的脸上 然后拼命的逃跑 此时最后一名犯人也排除了嫌疑 后面的犯人向警长接火 而这时他也发现了安娜给他的留言 警长马上掉头向安娜赶去 这时犯人向警长表达了谢意 说在只认识的那个混蛋 就不让他抽烟 只认识 一时间所有的细节都浮现在警长的脑海里 当时安娜只认嫌疑人的时候 助手也在里面 而安娜说凶手也在里面 那六名嫌犯既然不是凶手 唯一的可能就是助手了 还有他要去找刘烂汉的事情 只告诉过助手 这么一想 所有的事情都说得通了 这时助手脱下外套 露出里面的警服 警长也及时赶到 两人都让对方放下手里的枪 而安娜则逃向了之前落水的大桥 两人最终将助手绳之以法 但警长也因此丢了姓名 故事的最后 安娜独自一人来到了那个孤岛 并在这里定居了下来 她重新做起了老师 并有了自己的孩子 她正在一步一步的向前 只是会有那么一瞬间 她好像又看见了警长